嗨,我是六指淵 一般人用全景模式 都是拿來拍攝大範圍的場景 那其實我們可以利用它的合成拼天概念 玩出更多可能 沒錯,今天就是要教大家如何不靠修圖 不花時間 只靠手機的全景拍攝模式 快速判出酷炫的合成效果 分身效果 主角先進入畫面最旁邊的位置 按下快門開始擷取 那要用全景模式拍攝特殊照片有個關鍵 就是要懂得觀察畫面中箭頭的頂端 因為它是當前畫面的擷取位置 我們可以想像它延伸出去的垂直線 我們就是要利用這條線去切割畫面玩創意 攝影師保持穩定和移擷取畫面 擷取好後通知對方到下一個位置 就這樣重複同樣的方法完成分身效果 眼神錯位效果 這蠻搞笑的 首先主角面對鏡頭 先向其中一個方向看過去 攝影師擷取到臉部中間一半的位置 接著主角向另一個方向看過去 攝影師再把另一半的臉部擷取起來 這樣手機就會自動幫你合成出 平常做不到的怪表情囉 人頭抓取效果 首先主角進入畫面站好 請朋友抓著你的頭 兩個人都別動 攝影師觀察箭頭前段的位置 向下擷取到主角脖子的位置 接著讓主角離開 朋友維持同樣的姿勢別動 直到鏡頭繼續向下完成擷取 這樣就能拍出人頭抓取的恐怖照片啦 多手臂效果 這個難度比較高 如果怕拍失敗 可以將畫面放大成兩倍 讓物差值變小 攝影師由上往下拍攝 直到箭頭擷取快到肩膀的位置後停下 主角雙手向兩邊伸平 攝影師再做第二階段的擷取 接著主角手臂再放到下方 直到下方畫面完成擷取 這樣你就有多隻手臂啦 拉長效果 這個效果非常考驗攝影師的反應力 我們可以透過移動中的物件達成效果 這邊用柴犬Nana來做示範 首先趁Nana在畫面角落時開始擷取 接著引誘她到畫面另一邊 透過分隔線拖長Nana的身體 直到她停下 這樣你就能獲得一張身體操場的柴犬Nana照片了 好 大家都可以運用以上五大招玩出創意 Android系統的話內建不一定有 那App還蠻多的 再麻煩大家幫我在留言處推薦一下 那全景模式如果你想要拍得更好 這邊還有四點小技巧 你可以特別注意 一 首先手一定要夠穩 且盡量平行移動拍攝 手會抖的話就用腳架 沒腳架可以就地取材 比如把紙杯底部割出缺口 這樣你就有低成本的雲台了 二 盡量離拍攝物體遠一點 畫面比較不會扭曲 三 擷取畫面時不一定要取到最滿範圍 因為過程中很容易失誤偏移 你就會拍夠了就可以停了 四 iPhone預設的全景攝影師由左到右 那如果你想要改成由右到左的話 只要在畫面中間點一下 就能改變方向囉 大家看完影片可以自己玩玩看 不覺得全景模式很容易拍出 超靈異的照片嗎 我其實還蠻想看看 大家可以拍出什麼樣的照片的 現在還是農曆七月 這讓我有一個想法 我們來個靈異照片交流活動好了 我會開一個臉書活動 連結我會放在資訊欄 這邊或是那邊 請大家用全景拍攝模式拍出最靈異最恐怖的照片 當然如果你會怕就別點了 那如果拍得夠恐怖當然有獎勵啊 我會選出幾個名的 送出我的六指淵農曆七月卡 它會有特殊功能喔 數量有限 它是實體卡片會直接寄到人家 所以快拿起你的手機趕快上傳照片吧 我會選出大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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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來不見解決 我會選出大廣告 所以你跟著人家 請問好 我會選出大廣告 太大廣告 沒有會選出大廣告 從五指教